好 获得111年后山文学年度新人奖的陈玉文 在花莲创作多年用文字书写花莲的时光 花莲市公所鼓励民众阅读也支持在地作家 特别协助推广陈玉文的新书还在 那么市长魏家燕也说 他年轻的时候也会写诗来书解当下的心情 他希望大家一起来接触文学 讨演新戏也增进涵养 鼓励在地文学作家华莲市公所举办各种讲座和新书发表 向大家来推荐优质的文学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 今年初也特别为111年后山文学年度新人奖得主陈玉文 举办了新书还在分享会 希望更多乡亲一起来走进文学世界 华莲市公所站在地方政府的一个角度 就是我们能够让这座城市赋予文学气息 那未来在图书馆的这个部分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支持我们在地的一个 不管是作家或是文学的一个创作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也鼓励 认真爱阅读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持续的来在图书馆来推广 其实创作是需要灵感 那花莲好山好水 你会创作好的东西 当然你在不如意的时候也可以创作很多的东西 就像有的时候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你可以写下来 那未来可以在写下来的时候再回想到这个过程 其实你会觉得非常好玩 目前任教于花莲高中的陈玉文表示 还在书写着花莲的人事物风景故事 每个题材都是他亲临现场 作以史料或者诗意的想象 还在这个名称 其实是里面的一首诗的一个标题叫 我还在这里 那它是泰鲁阁族语的尼古纳的一个翻译这样子 那当然是我自己心中的想法是 我觉得文字可以把我在花莲最珍贵的记忆跟情感 都保存在文字里 就一切都还在这样子 在花莲生活这十年的作品 所以它很跨的幅度蛮多的 那包括在花莲的旅行 或者是在这里生活教学读书 那也包含田野调查的一些经验在里面 那所以是我的第一本作品 包括了仙缘魏嘉贤也特别到场参加分享会 并鼓励大家一起来享受阅读的乐趣 更透过文字书写来领略花莲之美 这里会幻视报道 这等账衣的这些 我想来 稳于沉 再来